獲釋的康明海搭專機轉抵多倫多 與妻子納吉布拉和妹妹團聚 納吉布拉說難以形容感受 感激各界的努力 協助康明海重獲自由 又透露康明海獲釋之後 和她通電話 康明海形容 感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康明海和邁克爾斯派足矣 是在華為副董事長 孟晚舟獲釋之後 當地時間星期六清晨 搭專機飛底卡加里 總理杜魯多和多名官員到場迎接 並且和他們擁抱交談 杜魯多形容兩人展現了 令人難以自信的力量 堅毅不屈的精神 她沒有正面回應孟晚舟案 如何促成兩個加拿大人獲釋 以及兩人獲釋對中加關係有什麼影響 兩人2018年先後在中國被捕 正值加拿大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並指孟晚舟案和康明海 以及邁克爾斯派動議的案件性質完全不同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昨晚都乘坐中國政府包機回深圳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 不滿孟晚舟獲釋回國 魯比奧要求華府緊急向國會通報事件 又說釋放孟晚舟令人嚴重質疑拜登政府 應對華為和中國共產黨所構成威脅的能力和意願 認為今次事件只是拜登政府對華軟弱的另一例子